位在金峰湘东六四乡道的铝鱼山观景台 原本步道围绕着一棵超过30年的麻六甲树 但因为先前原规台风带来强风好雨 造成树木倾倒压顺步道 目前金峰湘公所暂时拉起封锁线 避免观光客进入 而经过专家的会议刊 这个树木已经不适合原地种植了 因此预计这个星期会进行树木的移除工作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整棵树直接连根拔起斜倒在观景台 这是位在金峰湘东六四乡道的铝鱼山观景台 可以远眺太平洋美景是金峰湘景点之一 但不敌先前原规台风带来的强风好雨 整棵超过30年的麻六甲树直接倒下 也压损观景台步道围栏 目前金峰湘公所暂时拉起封锁线 避免观光客进入 并预计在这周会进行树木移除工作 具有大概二三十年这棵麻六甲树 因为台风夹带着强风跟豪雨造成它的倾倒 那其实这部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自己的这个栏杆设施也有些回损 那工作原定是希望能够朝向原地重植 原地重植的方式来做进行这个复原 那专家这边有建议 也就是说因为这棵麻六甲树它本身就有一些病菌的存在 跟系的部分也有受损 所以如果原地重植的话可能存活率没有那么高 对那又考量后续这个安全的这个考量 所以我们会在尽情内把它做移除 由于这棵麻六甲树树林超过三十年 也是在地民众的回忆 原本香港所希望能原地重植 但经过专家评估后 由于树木根系已受损 重新重植存活率不高 最终只能选择将树木移除 而日后移除作业恐将影响道路交通 也请民众配合 就讲解静风相报道